台九县花莲凤林段 19号的上午发生了小轿车不明原因 致状路数的意外 撞击力道强大 造成粮食两伤的意外 至于车祸发生的原因 目前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四名伤患躺上单价紧急送医 19号上午11点多 一男三女四名友人结伴要到台东游玩 却在行经凤林台九未环时 不明原因高速冲撞路数 当场酿成两死两伤的悲剧 事故现场拉起黄色封锁线 原警也在车里车外仔细拍照记录 香槟色的轿车卡在路数前 已经完全变形 车内头卷沾满血迹掉落路面 就连车前大单左侧车门也统统喷飞 那现场总共有四名伤患 那三名受困 一名意识清楚 前座两名呈现欧卡状态 车上四个人受到猛烈撞击全都送一 开车的七十岁正姓驾驶和坐在一旁六十九岁的刘姓富人 抢救后还是宣告不治 至于后座右侧的七十岁许姓女子多处骨折 左侧的五十五岁郭姓女子则是受到轻伤 当事人是由台北出来要往台东旅游 那请进本小时候不明原因发生痴状 事故发生原因本分其他在调查中 好端端的出游却意外发生死亡车祸 警方呼吁民众上路前养足体力遵守交通速限和规则 记者终合报道